鄧老師怎麼看 基本上這個陳偉扁陣營 包括他辦公室他本人 他兒子女兒對柯文哲一向 就算柯文哲曾經對他們 有一些言語上的不敬 但原則上他們都還是 蠻善意的態度在對待柯文哲 所以這兩邊本來就是沒什麼矛盾 見面也是很自然 那柯文哲去見 其實我們把它放到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從228 一直就是從昨天騎腳踏車開始 他的操作一路看一下 很明顯他裡面 我認為是有兩套的系統 在跑安排他的行程 騎腳踏車的行程 他最早最早期待的是 能夠跟韓國瑜做某個結合 但最後並沒有成功 反而只是在韓國瑜 好像住過的地方 也住了一晚這樣子 那相對來說 昨天還特別拉回來 參加228中蘇紀念 那蔡英文現場吐導他 他也沒有做什麼反應 還在順著話去說 所以原則上我認為 他一直在試圖修補 跟不同綠營 甚至是包括藍營之間的關係 可是在修補的過程中 能夠達成多少的效果 我覺得這才是他真正透過這些行為 想要去觀察的關鍵 也就是說實際上 當然就像韓國瑜剛剛講的 所以我直白問 他昨天又跟蔡英文同台了 這個是柯蔡惠之後 我第二次看到他們官方公開同台 然後那個同台感覺 氛圍還比較正常跟友善 對友善滿多的 因為上次在北門會 感覺相當的僵硬 而且相當的不自然 這是第一個指標 第二個指標是 柯文哲今天會阿扁 所以柯文哲光是這兩天 又跟蔡英文同台出席 然後旁邊你看還有蘇貞昌 然後他也是很自然的 跟他們走在旁邊 講講話 有點手勢 有點聊天 然後今天又有柯扁一會 就感覺柯文哲又回來綠軍了嗎 我覺得是在修補 修補關係 對他在嘗試修補關係 可是修補關係 他看的並不是 我今天跟你見面之後 我們關係變好 而是他會去看 在數據表現上 在各種反應上 就像剛剛有提到 網路數據不好 實際上他連在 傳統媒體的數據都不好 我有聽到電視台 抱怨播柯文哲的新聞 居然讓他們收視 瞬間降到零 也就是說 本來都還有收視率 看到柯文哲出現 就變成零了 為什麼很多人會急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在說 韓國瑜就實際上 就是韓國瑜 不管是罵他挺他的 都比較有人看 這就是一個效果 就是挺他的有一批人 那黑他罵他 用力罵的也聽得很爽 那因為這兩邊的人都很爽 所以這兩邊各自有數據 對各自會有數據 他就是實際上 柯文哲並沒有那麼邊緣 那他就會被邊緣化 所以柯文哲現在在 尋求 透過不斷的動作 來尋求看看 這些動作出去 會有什麼效果 這一般就是我們在 就講白點 測試風向 不斷的丟各種風向球出去 看球會怎麼彈 彈多高 但是我認為他現在 這一波的操作 雖然對扁慧的 沒有那麼快會出來 但我認為原則上 可能效果沒那麼好 又是阿扁他並不是單純 就是你去跟他提款 就可以提到款的 有時候柯文哲 如果你在獨派裡面的形象 是沒有那麼樣理想的話 我覺得阿扁不見得 能夠待起他 在獨派裡面吃得到 搞不好還會讓阿扁 被獨派去質疑說 你怎麼跑去跟柯文哲在一起 有這樣子的互動 真的喔 所以我認為 實際上你真的要再看 大概在24小時之後 看其他的獨派去怎麼對這個事情 做出詮釋 才是比較重要一點 那獨派不會因為他看阿扁 然後扁戲或者扁迷 覺得他比較有人情味嗎 因為蔡英文並沒有去看阿扁 可是有人情味 蔡英文很長一段時間 既不打算特色 也沒有打算看 我要看強調就是 這又牽涉到316補選 因為316台南的補選 阿扁現在因為某種關係 跟蔡英文鬧得不太愉快 所以大家會從這個角度 牽涉到阿扁一國 又要怎麼來看 這樣子一個事情 所以 因為很多事情 可能真的要等到316塵埃落定之後 才會告一個比較完整的重整 包括綠軍是不是真正 毫無疑問完成一個 以蔡英文為體系的戰鬥群 那如果316有算 一些變故的話 他不只傷害到 賴清德也會參與到蔡英文 所以就是看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那如果結果對綠營是影響 他們可以完成重整 阿扁的勢力可能在那邊 受到某種程度的挫折 他的話語權變小的話 我覺得之後他們操作起來 我覺得綠營的團結程度 會明顯叫國民黨要高出一大集 那柯文哲他現在最大問題 其實也不能講到最大問題 就是實質上 柯文哲剛剛他講的這一路 什麼走得遠 大家一起走 我個人的解讀是他已經 像我們之前不斷提到 他本身戰力不足的問題 是他必須面對的現實 所以他一定要把人結合進來 你能夠結合進來 親民黨 要嘛就是結合親民黨 要嘛就是結合民進黨 還比較親大家 像余天他們那些 陳明文這種 過去比較願意跟柯文哲 坐下來談的人 好 那如果這些人都結合不進來 所以他就真的有可能去跟 余天站台了嘛 我認為 就是說他現在把綠軍切割了 切一塊叫做仇恨 而且仇劫很深的新潮流 可是非新以外的 他其實比較友善嘛 所以前一陣子才會丟出一個風向球 說他搞不好幫余天站台嘛 對 余天跟新潮流很些不快 欸等等啊 同樣在補選 他就沒說要幫郭國文站台啊 郭國文是新潮流啊 那余天是非新潮流啊 可是丟出來的風向球 是說幫余天站台啊 那就等於是幫非新潮流的人 給一點點政治溫暖啊 所以柯文哲有柯文哲的考量 可是民進黨人也有 民進黨人自己的考量 他們不會那麼輕易的選擇壓寶 但余天他因為選情相當危機 大家都認為有需要 所以柯文哲去站台 我想應該是民進黨內 比較能夠接受的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